是 谢谢我们相部长 那也谢谢刚刚就是我们上面 我们两位speaker 我觉得讲的非常的精彩 主要我想是以医师的观点 来帮大家介绍 比如说SGLT2 在慢性肾脏病的一些治疗的趋势 那另外还有就是以糖尿病 介绍就是以糖尿病合并新衰竭的 一些最新临床的一些治疗策略 那我想是以医师的一个观点 那接下来我想非常的一个期待 就是个人非常尊敬的一位好朋友 那也是非常高度的一个期盼 就是我们齐美 我们医学中心的药剂部的部长 苏惠珍 苏部长 那我想苏惠珍 苏部长 他是以钥匙的观点 就是他的题目就是控糖维新 糖尿病新衰竭的一个钥匙的照护 那主要是分享临床的一些食物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苏部长 他是定业于高雄医学大学的药学系 那另外拿到成功大学药体所的一个硕士 另外也是长庚大学基础医学研究所的一个博士 那他的一个如果我们大概以教学跟研究来看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我们苏部长也是我们少数 我觉得医学中心里面就有拿到副教授 布定副教授 所以他的教学研究做得非常的好 那在服务方面更不用说 那其实我觉得苏部长他其实也是从基层 大概从我们的一个总要师专院来一直到部主任 他的一个title非常多 那比如说我如果帮大家整理一下 他其实目前是我们中华民国药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的副秘书长 那同时也是我们社团华人台湾打击 不法药物行动联盟的一个秘书长 那在常务理事方面呢 分别有我们台湾临床药学会的常务理事 那另外还有就是台湾药学国际发展学会的 常务理事呢 以及台湾医事联合联合临床技能发展学会的 常务理事 那另外也是台湾药物基因体学会 以及蓝营药师公会的理事呢 那另外同时也是 就是我们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就是医疗使用管制药品 治医小组的委员 那我们最近其实要进入评见 那我们苏部长 同时也是我们医院评见 以及教学评见 以及精神神科的一个教学医院评见的 那他的著作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想请大家以这列的 就是来欢迎就是我们 苏惠生苏部长精彩的演讲 谢谢怡君主任的介绍 就是介绍的很详细 谢谢你 那谢谢临床学会的邀请 还有AZ的邀请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糖尿病新衰竭的一个药室的服务 那我觉得接在两位医师的后面来介绍的话 就是把病理还有目前实证的一些研究 就都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那从前面两位医师方主任 还有吴教授的一个演讲 我们就知道 Hard failure是一个很复杂的临床表征 那当然就是主要是心脏 不论是结构性或是功能性引起的心事的冲田 写意的冲田或者是射出他所障 导致障碍所导致的一个 我们临床看到的一个疾病 我们就称为是Hard failure 那吴教授的演讲里面也提到 Top2的DM就是一个Hard failure的一个Risk factor 那从研究上面的数据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是病人是有糖尿病的 他其实罹患Hard failure是比单纯没有糖尿病的病人 那他大概多了2.4到5倍的这个几率 可以会罹患到这个Hard failure 那台湾的数据也告诉我们说 Hard failure的病人在一年之内 其实他的再住院率 或者是total的mortality rate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病人 Hard failure的病人 他可能需要一些心事的一些 辅助的device的一个治疗 甚至要到心脏的移植手术等等 所以这个Hard failure的疾病 可以说就是耗费医疗资源非常庞大 而且在病人末期的时候 是非常辛苦的一个疾病 那type 2 DM大概贡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的因果 那在药物的治疗方面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大概就是四个主要治疗的基础的骨干 从过去我们知道的ARNI 还有就是ARB ACEI这些的药物 还有我们熟知的Beta Broker 另外就是MRASR 就是所谓的Mural Corticoid这一类的药物 这三类的药物大概从过去的实证或是临床的研究都告诉我们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Hard failure病人的Mortality 或者是在住院率等等 那近几年串生起来的这个SGLT2I 它也可以同时从很多的临床试验 还有临床上面的治疗告诉我们说 它可以去降低Hard failure的再住院率跟Cardiovascular的Mortality 所以这四个药物大概是目前治疗Hard failure最重要的这四大类的药物 那从这些Meta Analysis的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从四个面向的Outcome 从左上到右下 SGLT2I在Hard failure的病人身上 无论是在Cardiovascular的Date或者是Hard failure的再住院率 或是Total的Mortality 我们可以看到都可以有效的去降低 甚至是有延缓这个再住院率的一个数据来做呈现 尤其我们看一下右上 右上是CardiovascularDate 因为这个新造相关的原因因素而死亡的这个数据里面呈现 我们看到HFR EF的这个数据DAPA好像从数据看起来还比NPAR的效果要稍微好一些 那如果病人同时是有糖尿病与否 是不是会去让这个Hard failure的病人在SGLT2的治疗之下有更好的疗效 那其实从前面两位医师的这个数据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 不论病人是有没有这个罹患Type2DM 这SGLT2I的一个使用 大概都可以很明显的去下降它的再住院率跟它的死亡率 那由这张图我们就是来大概复习一下SGLT2它的药理作用到底是如何呈现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它一开始治疗糖尿病的这个适应症的取得 那其实这张图在方主任还有吴教授的这个slide里面也有大概的提到 过去我们对SGLT2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可以透过 比如说增加血比荣啊还会导致临床上面体重的下降 甚至是去改善这个新式的一个loading的一个状态 那这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血糖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辅助的产生的一个效果 但是近几年来更多的研究告诉我们SGLT2 其实在心脏的保护作用上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显著的在临床上面的一个表现 那大家透过几个激转一个可能是影响到adipochi的regulation 或者是autophage的induction 甚至去改善了这个cardia的ionic的hammostasis 甚至去影响到了这个心肌能量的上面的一个代谢 或者是它的一个恒定 那total的outcome都可以看到在临床上面 它是可以improve cardiovascular outcome 这就是为什么在治疗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他合并新衰竭 我们使用SGLT2i 有他临床上治疗的一个角色 那甘类上面也都帮我们做了整理了 那刚刚两位医师也都做了这个很精辟的一个阐述 那这边就是列出三项的条列来跟大家再做了一个sumurai 在美国心肠学会里面的甘类就指出 DM的存在就有或没有只要是有症状的这个hard value SGLT2i就可以用上去 那第三个族群当然就是如果你是hard value合并type 2DM 那SGLT2的使用在这个AHA或是ACC的甘类上面都是强烈的建议 而且证据等级都是非常的高的 那这是在心脏相关的甘类上面给我们做出的一些指引的治疗策略的一个建议 那ADA刚刚这个吴教授也说了 就是type 2DM的病人如果是合并hard value 不论是preserved的或是reduced的这一类类型的hard value SGLT2i都是强烈被建议在第一线就应该要早一点来做使用 那这是台湾目前有的就是有拿到试印证的这个应该是说 目前在台湾的SGLT2i有这四大类有这四种 那有拿到hard value试印证的大概就是只有DAPA跟MPA这两个药物 那在使用上面的话大概就是Renal Function 大家刚刚的提问上面也做了一些讨论 就是说在肾脏功能的好坏与否 可能会在这个SGLT2i的使用上面会有一些限制 那它有不同的等级 EGFR落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是不建议使用 甚至尽量上面可能要做一些调整等等 那除了拿到试印证之外 其实有纳入健保给付的目前大概就是这两个药物 一个是DAPA就是FOSIGA跟MPA就是Jardians 那Jardians核准的健保给付是10mini ground 那我们看一下健保给付的条件 大概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心脏学会的那些guidline 大概都是类似的 大概第一点就是这个LVEF大概是小于40的病人 我们大概就是可以健保来使用这个药 当然第二点还是希望在传统的ACEI ARB的使用之下 都达到稳定的这个剂量 或者是有一些不耐受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可以来使用这个SGLT2i 那guidline都这么建议了 那我们刚刚也从那四个圆饼图里面看到 这四大类的药对于阿菲律的病人 尤其是合并Type2 DM的病人 应该是非常就是Bible一定是要用上去的 那实际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这是从几篇文献上面所整理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点 其实统计起来只有10到25%的病人 他们是有用到这四大类的药物 其中的一项 那这其中也只有1%的病人 他其实是把这四种全用上了 而且是一个 剂量都是在正确的一个状态之下 所以看起来这个比例是偏低的 当然这个文献是国外的文献 他们可能没有像台湾有健保给付的关系 所以但是还是普遍看到这个病人使用这些 既然该来都有说明 或者是建议一定要用 而且很多的证据都显示 他对于阿菲律的控制在住院里 降低死亡率都有很好的这个疗效 那为什么在临床上面开例的比例并不高 那国外的文献也有做出一些相关的 一些原因的探讨 他认为造成这些该来建议的药 会用上去的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cost 那我们知道SGLT2的药物 可能比较起传统的SEI ARB 或是阿尼等等这些药物的药价 都来的贵了一些 另外就是可能有些临床上面的考量 比如说其他的共病 或者是肾脏功能的疾病等等 那再来就是病人端 病人端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 哈菲律的认知 是不是要吃到这四种以上的 四种的药物 可能在病人的认知上面 教育的程度还是不够的 另外就是如果是哈菲律的病人 他又合并了糖尿病 我们知道一次哈菲律要吃四种 那可能他同时又有一种以上的糖尿病的 药物同时在治疗 或者是他还有其他像高血压高血脂 那可能药物的种类就会变成非常多了 那这个 这个病人的顺从性 甚至他有没有意愿 来服用这么多的药物 都可能是造成 这四大类的药物在临床上治疗 哈菲律开利率 还有病人的服药的这个顺从性上面 可能会不佳的原因 那也是因为如此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告诉我们 这四类的医药对于哈菲律的病人疗效是好的 那我们知道哈菲律到最后 医疗的花费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如果及早的介入可以让他达标 所谓的达标就是该用的药斗用上去 用到一个足够的剂量 所以这个对于疾病的控制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要怎么样来达到这件事情 这国外文献也告诉我们 很多的文献都告诉我们 可能不是单一个力量 或是单一个职类 可以来完成这件事的 通常都是要有一个团队的组成 那这个团队组成当然要有医师 那我们可以看到药师 也是在文献里面当中被提到的 另外还有护理师 甚至现在很重要的 各种疾病认证里面 那个灵魂人物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个管师 那这么多的跨团队的合作 其实才可以让这件事情 就是该治疗的药物 都用上去这件事情可以完成 那药师在这个团队里面 要扮演的角色 其实大概跟我们 在做很多药师服务上面 所维持的精神是一样的 就是任何药物相关的问题 其实都是药师 应该要主动介入的问题 像我们刚刚讲了 就是为什么不开力 不开力的原因是什么 那用上去之后的疗效的监测 这当中当然包括 我这样的调整 还有肾功能的变化 还有DDI的一个监测等等 这些都是药师在哈菲律团队里面 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药师的介入这一点 到底对整个哈菲律病人的在住院率 或者是他的生活品质 或是医疗的治疗上面有没有疗效 其实第二点有告诉你 有一篇Meta analysis告诉我们说 药师的介入其实是可以有效的 去降低哈菲律病人的在住院率 那只是用文献来佐证 其实药师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贡献 对病人的 outcome 其实是有帮忙 很多的study也都显示出 其实最需要药师帮忙的 就是病人的对于Adherence这件事情 尤其我们刚刚提过了 哈菲律病人可能来自于 他基本的共病就多了 多了在很多药物的治疗上面的种类 相对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如何去提高病人 对于哈菲律用药的Adherence 大概就是在药师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是责无旁贷 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那也有些病人想要知道 或者是有一些医疗人员 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说这些SGLT2是目前大概治疗 哈菲律不可或缺的一个药物 很多的实证都告诉我们 他的疗效就是非常的好 那到底要多早吃 多少介入让病人来用这个药物 对于治疗哈菲律的治疗上面 会有更好的帮忙 其实在Guyline上面并没有说 只有跟你讲说 怎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越早使用 就是只要符合这个情境 这个状态 病人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四大类药物 或者是SGLT2I的一个介入 但是我找到一篇文献 他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只要你一开始用药 就是大概一开始服药SGLT2I的话 在开始服药的 之后的18到28天 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些心脏功能的 一些指数的一个变化跟改善 甚至在追踪长一点 这一类的病人 其实都可以有效的看到 我们前面很多文献在提的 在住院率下降 还有跟心脏功能相关的一个死亡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离病 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所以这一边就告诉我们说 即早让病人在符合的条件之下 去接受SGLT2I 是可以有效的去改善 哈菲瑞所带来的一个 临床后面恶化的一个现象 那到底药师在adherence 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或者是在团队里面 我们对于这个药师的介入 可以去帮忙团队什么 或是帮忙病人什么 其实文献整理起来 大概跟我们做其他的药师服务 都是类似的 第一个就是降低medication error 那很多的 比如说重部用药 不论是门急住的病人 就是来的重部用药 或者是DDI的用药 要避免的 或者是contra-education 或者是监测很多种肾功能 就是我们平常在看的事情 就是在哈菲瑞的病人族群上面 也是同样的 就是可以降低medication error 那另外就是一些 文献上面特别highlight的就是 药师的介入 其实可以去降低或者是找出 为什么这四种药物不开上去的原因 那刚刚我们有列了一张表 就是说相对的像价格 临床的状态 或者是病人医师对safety的考量 这些都是他们可能在处方这些 四类药物的时候可能会带来的疑虑 那药师当一个中间的媒介责 可以去做厘清 接着去balance这种 譬如说safety的问题 或者是monitor这些safety的问题 可以藉由药师的介入 我们可以去做第一时间的沟通 然后尽可能的在安全的状态之下 把四种药都可以顺利的用上去 那另外就是很多的病人 他可能会很担心所谓的safety的问题 像刚刚有提到的一些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下探讨 就是SGLT2i可能有一些 他会产生的副作用 那副作用的监测 或者是副作用发生时候的 我们给予的卫教 或者是民众的教育 其实药师也是可以贡献 非常多的这个着力的点 那这张是告诉我们说 如果药师介入的时候 可能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 如果说这个病人来 第一栏是说这个病人的状态 第一个他的他的这个肾功能是好的 他肾功能是好的 血压也是好的 那病人没有什么缺水的一个问题的话 大概就是可以很安全的 就是可以建议临床端 我们就可以用SGLT2i的这个药物 就可以用上去 那最完美的病人大概就是第三类 他本身是Type 2 DM的病人 然后又是CKD的病人 那他这样的病人 当然就是非常适合这个SGLT2i 我们就可以这个强烈的建议 或者是提醒团队 必须要让病人来使用 那当然有一些control indication 比如说是Type 2 Type 1的病人 Type 1 DM的病人 或者是体肾的病人 这些状态之下 当然SGLT2i 我们就不能使用 不建议使用 所以在病人收案进来的时候 药师会去进行第一关的这个药物的审视 就是跟他的临床相关生化检验值 还有疾病状态的一个审视 这时候就可以提醒医师 或者建议团队 这个该用的药 我们就是可以在监测审视之下 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用上去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副作用的问题 那很多的药物当然在使用上面 就会产生副作用 那副作用产生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明白它了解它 那知道如何处理 甚至是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如何去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这是很重要的 那第一个就是UTI的问题 SGLT2i在临床上面 可能相较于其他的 像是DKA发生的几率又相对高一点 那另外就是刚刚也有探讨到的DKA的问题 那DKA其实在临床上不算常见 但是发生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相对的危险一点 那有少数的案例会有低血糖 或是低血压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是另一个药物 就是ANA ANA的SGLT2i 可能在这个试验里面 或者是临床上面有发现有节肢的问题 但是这个类的药物 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 所以我们会focus在前面这两项 大家比较concent 而且在处理上面 可能需要一点点这个经验的累积 或者是高速医疗团队我们来如何来做处置 那第一个就是UTI 那UTI其实发生的原因大概就 就这个病理上面来看的话 就是泌尿道因为糖分的关系 所以它容易增加一个感染的风险 那确实从很多的meta analysis 也告诉我们SGLT2i 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几率 UTI的产生时发生几率是高的 那我们如何在临床上面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当然就是education是很重要的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 可能要为这个卫教病人 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 可能泌尿上面的清洁 或是卫生的习惯必须要做好 那这些可能要特别提醒 尤其是在养护中心是有包尿布的病人 这个尿布可能要比较常换一点 勤快一点 不要让他因为这个尿布卫生的问题 而导致UTI的感染 那另外可能就是如果没有限水问题的病人 多喝水让他排尿 可能可以去避免UTI的发生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哈菲瘤 那哈菲瘤病人原则上就是水分的限制 本来就应该要被记录了 就是说我们要排除限水的病人 所以如果是哈菲瘤的病人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只能着重在第一点 就是个人密尿道卫生习惯上面 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这个提醒病人 或者是提醒照护的照护者 那DK其实在刚刚的医生的说明里面 大概也都有提到 因为他是一个就糖尿病的病人来说 他是血糖正糖的状态所产生的一个 Ketone Acidosis 所以在临床处理上面 病因大概刚刚方主任应该有提到 就是他就是大概影响了 Glucagon的一个分泌会增加 所以会导致所谓这个 这个铜酸血症的问题会发生 那要是要介入的的点 大概就是第一个 刚刚如果说你是饥饿状态的 就是说Glu或是你要接受一个手术 一个重大的手术 或是怀孕的病人 或是酗酒的病人 或是有一个急性感染的病人 他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SGLT2i可能会去导致的这个DK的 几率是比较高的 这是一个危险族群的一个列表 那药师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病人有进行重大手术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国内外的案例 就是在手术的时候 这个病人如果没有停用 这个SGLT2i可能会导致 DK的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 当然也有些没有停 但是也没发生什么事的 但是我觉得DK的发生 因为它不太容易被发现 而且不太容易跟药物的使用 去做连结 所以要是在这个部分 可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病人如果有DK的一个症状 当然我们要为了病人 DK的症状是什么 当然是恶心呕吐腹痛 这些都是有别于正常血糖高的状态 之下所产生的一些表征 一些表现 所以教育病人如果有出现 这样子的症状的话 可能就是要怀疑是不是药物 所引起的一个DK 进行重大手术的时候 可能要跟团队做充分的沟通 那药师也要及时的提供这样的讯息 给这个照护的团队 让大家可以一起来注意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部分 学理的部分跟文献review的部分 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SGLT2i 大概就是目前认为在治疗哈费率的病人 大概就是一个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四大类的主要治疗药物里面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四大支柱其中的一个 那这四个药物被完全开立 在哈费率的病人 其实比例是不高的 从国外的文献看起来 到一到两成左右 所以药师可以在这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我们要对病人进行卫教 我们要告诉团队 这四个药物 必须要开上去的理由 以及不能开的理由 我们要做审慎的评估 跟提供合适的建议 这大概是在文献review上面 所带给大家的一些讯息 那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既然一个团队的行程 对于哈费率的病人照顾上面是重要 那药师则无旁贷也是在其中的议员 那我想各家议院 可能都有类似运作的模式 它就是有一个团队的行程 那这个团队行程药师在里面以外 还有很多各类各职类的人会参与在其中 因为哈费率就是一个除了药物之外 可能营养水分附件 这些通通都是要有很多的人一起来做帮忙 那在我们医院的这个照护团队里面 药师就是他有一个KPI的指标 他们必须要提高清衰竭用药的一个使用率 那要怎么提高 当然就是要经过一个很严谨的评估的过程 那评估的点刚刚有跟大家做介绍 那其他各职类的扮演的角色像营养师 如何献水如何献盐 那个管师这个很重要的个管师 他如何去水平垂直串流整个受案的人数 受爱的病人来降低所谓的在住院率跟死亡率 那其实复健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在哈费路的病人照护上面 那他可以去恢复病人的生活品质 那这是我们医院大概团队成员各司其职 在做一个整合医疗的一个map来让大家参考 那要是在团队里我们大概负责的事情就是病人卫教 那病人卫教可以透过很多种方式 比如说卫教手册啦 卫教单张啦 出院的面对面卫教啦 或是每一次病友会的时候的 跟病人的互动解决病人的问题 那当然对于团队里面的团队教育训练是定期要 要去follow的 像是目前新衰竭开立的药物的比例 受案病人的在住院率追踪等等 都必须在团队教育的训练的 定期的安排里面去做这些outcome的呈现 追踪以及改善 那另外就是药物处方的评估嘛 审视病人这个这个治疗的药物是不是都有用上去 这是药师的责任 另外也会对病人的使用药物去做评估 像是肌量要不要调副作用的监测 药物浓度监测等等 这也是药师的责任 另外医院也有发展所谓利用SDM的辅助工具 来协助病人做相关药物的治疗的一个认知 或者是提高他顺从性的一个方法 那药师就是为协助相关PDA的制作 那当然这是医院也有把类似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去参加这个评管圈 因为它也是一个品质改善 提升照护品质的一个做法 所以药师的在团队里面的角色 大概就是帮大家整理在这张图里面 那药物的资讯 因为现在的病人可能搜寻 得到药物资讯的这个来源非常多 而且使用这些行动装置的补给力也越来越高 所以会协助制作所谓的药物资讯的网站 还有一些手册等等 那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SDM的辅助工具 这是一个PDA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协助 那卫教单张上面 其实跟心脏衰竭相关治疗的药物非常的多 我刚来演讲之前跟大家看一下 就总共的药物的卫教的单张 大概跟哈费路相关的大概就是33项 所以就表示有33项的药物 如果就是必须要由药局来做制作 甚至是第一线的跟民众去做病人去做第一线的 卫教跟勾红 那刚刚有提到的 他们会定期办病友会 那病友会当然要是要去跟这些病人有密切的连结 那也希望藉由一些游戏了 来让病人提高对自己服用药物的一个认知 那右边这边是一个官方LINE的账号 我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有在做类似的事情 尤其在疾病的个别的管理上面 这个LINE的沟通平台我觉得相对是重要的 但是LINE平台的设计就表示24小时 必须要人及时来回复这些问题 那边展示的就是可能病人有随时用药的问题 营养的问题 水分摄取的问题 都可以在专一的官方的LINE上面去做 跟团队做及时的一个互动 那这一张是心脏衰竭用药的比例的开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开例的比例大概都有来到七八成以上 那SGLT2I大概是将近七成了 68.29 那相较于我们看到的国外文献只有一到两成来说 当然是台湾的使用率当然是明显高的 但是这就是我刚讲的跟健保给付的关系是 我觉得是非常密切的 那所有开例的比例我相信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维持在一定的比例是我们要坚持的 那追求更好的一个开例率 那当然这个照顾团队大概有一些成效了 所以他们近期发表的就是三个月的再住院率 在心脏衰竭照顾的团队里面的介入之下 它可以让三个月病人的再住院率就是降到24.3%左右 那这个照顾的品质也获得国际的肯定 就是主导的这个心脏科的廖家德医师 他也去获得美国心脏科学会的认证 而且是一个国际级的计划也获得了一个同奖的一个殊荣 那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疾病了 要是应该都不会缺席在任何一个病人的疾病照顾上面 那心脏衰竭也一样 那期待就是要是可以多多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跟专业 在照顾病人上面可以做更好的一个照顾跟品质的提升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 我觉得非常谢谢我们苏部长非常精彩精辟的演讲 那线上其实目前参加者将近500人 对 那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那我想大概其中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现在的同仁大家有请教苏部长 就是说药师可以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来建议使用SGLT2的一个抑制剂 是谢谢提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 一般就是他有一个团队 团队都会有一个收案的过程 当病人被个管师收进来之后 他其实药师就第一线启动了所谓的药物评估 那药物评估就是整个的疾病状态 还有病人目前的心脏的功能跟他这四类的药物 是不是可以合宜在哪个时间点 其实收案的当下药师就介入了 至于什么时候会提出这个建议 就是跟团队保持密切的沟通 譬如说他有一些疾病住院的时候 急性的症状我们当然要先解决 我们要确保他急性的症状解决之后 这四种药物在评估之下都可以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跟团队反应 然后请医师来做开礼 所以我想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 但是只能说收案的时候药师就同步介入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要请教苏部长的说 对于药物顺从性不佳 或是比较缺乏病逝感的 就是我们心脏衰竭的一个病患呢 药师在胃教上是否可以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 比如说就是如何增进病患的一个尊医主性 尤其是心衰竭的病人 他通常就是伴随一大堆的共病 他吃的药也很多 对这个确实不容易了 不过我觉得病友会的成立是一个很好的介入的方式 也就是说药师可能苦口婆心的讲很多次 但是都他可能接受的程度只有一点点 但是每一次病友会在病友团体的分享之下 我们通常都会把每一次的病友会 可能都会有一两个就是标杆型的人物 比如说特别配合医生的尊医主的 然后就会在那个场合里面请他跟病友们分享 他在这个团队的介入或者是他好好吃药 或者是好好复健的状态之下 他其实有进步了 那其实病友们就是心心相惜 因为同病相连 他会发觉这个阿嬷怎么上一次来的时候 还走路都很喘还要坐轮椅 但他这一次可以站起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那个力量的感染力是比我们这样一直说一直说来的好 那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有一个病友 他以前是唱歌仔戏的唱野台戏的 但是他他就是罹患哈菲律之后 他就不能唱因为会喘 但是在团队的介入之下 还有团队的鼓励之下 我们就是跟他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他可以再上去唱野台戏 那他就真的上去唱了 不过这中间当然很过程很辛苦的复健跟治疗的过程 但是他就是在病友会上面给大家唱了一段歌仔戏 所以那个进步还有病友我们亲眼看到他好转的那个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让其他遵从性不好的病人 他们会有一个标杆学习 觉得我虽然要吃了这么多磕 当然要吃很多磕这件事情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他的疾病就是这么多 我们尽量想把它整合尽量想找副方 但是还是对病人来说他的 他服药的颗粒素还是比正常一般 比较轻症的病人来的多很多 那这时候可能真的只能藉由病友的相互扶持跟鼓励 还有团队实时的关心 其实在line上面的实时的关心 大概可以去让病人的病逝感 还有尊与主性可以提高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触及尘的事情 可能就是你跟病友之间信任感的建立 还有病人对团队信任感的建立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都期待每一个受案的病人 都可以在信任感的关系的建立之下 然后来达到我们想要的 比如说药师希望看他好好吃药 每天把该吃的药都在整点的时候就把它吃下去 以上是一点分享 谢谢 是刚刚其实苏夫长讲的那个唱歌仔戏 那个画面其实会非常让人家感动 那这边我觉得线赏问题非常的热烈 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不可以分享就是针对集美 就是新衰团队怎样来衡量KPI 尤其是针对药师的部分 就是有没有特别针对药师相关的KPI 针对药师的KPI 针对药师的KPI其实团队给予针对药师的任务 主要就是在我们医院里面是落在虽然是团队 当然就是团队的KPI 但是相对的可能药师要要尽一点这个责任 所以收案的时候该提醒的要提醒 然后该介入的要介入 如果发现收案进来但是怎么一直都没有开上去 我们关注的点都已经解除了为什么没有 这时候可能就是要积极的接入讨论 在病人回诊的时候或者是请医师积极的把药物开上去 所以开利率这四大类药物的开利率是药师的KPI 谢谢苏部长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线上请问说 想针对这个AQ的Decompensate的HFR住院的一个病人 他使用SGLT2I的一个时机是否有相关的建议或经验 哇 哇 这个考导我了相关的经验 对不起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可能要医师或者是相关的团队来讨论 不过使用的时机跟一些为什么团队什么时候该用不该用 还是得要团队一起进行讨论 而且要是我们当然会提醒这个药物还没有开上去 是不是医师有什么其他的担心的或者是疑虑的 那使用的时机还是要藉由讨论 对不起这个我没有办法做经验的分享 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请廖医师 廖我们的主导医生来跟大家做回应 是 那我这边大概 我想因为是时间的关系 就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有现场朋友在问说 药师若是在审视病人的一个处方 那发现有问题想要与团队沟通时 那贵医院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或平台 来和各职类来进行沟通 我想医院会发展很多的沟通平台 而且都是及时的 那其实沟通平台上面就是会有留言 对方会我们医院的系统就是类似LINE的功能 就是我留言给谁然后谁读到了他就会有读取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各个职类可能不会在同一个点 一个时间点都在那个平台上面去做review 所以我觉得平台的留言或是建议是一个管道 但是如果是很及时的 比如说病人现在就回诊了 但是我现在急需要复健科给这个病人一些什么建议 那可能负责的人员他正在哪个病房或是ICU执行他的业务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个LINE随时都可以打或者是电话都可以询问 但是事后的记录当然是很重要的 都要在平台上面去做记录 所以这个同好问的问题大概就是平台上面建立是有 但是即时性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面对面或是一通电话就可以当下解决 谢谢苏部长非常详细的一个回答 那我想今天晚上大概所有的提问大概到到此 那我这边大概也想要帮我们也谢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今天晚上就是谢谢我们各位speaker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几位作长 我觉得让我们今天晚上大概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夜晚 那我这边大概也要帮就是我们承办单位 那我们承办单位刚刚大概有做一些大概抽奖 就是抽奖 刚刚我们相部长其实刚刚有提醒大家 就是要有一些关键字 然后就是有很好的一个证书活动 那我们这边大概我这边大概稍微念一下 因为为了个资的关心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名字念出来 我这边大概有我一看大概也有我们三种的同仁 大概都有在上面 那大概有有几位 大概有十位 大概有十位幸运得奖的名单在上面 那我觉得也真的很恭喜他们 那另外就是我们大概也特别要帮我们承办单位 其实我们谢谢 就是谢谢我们 我觉得是临床要学会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 那还有我们AZ公司 大概很辛苦的大概承办这个活动 那我们今天是第二场 那第二场那接下来就是第三场 就是也要帮大家在alance一下 就6月14号 6月14号 同样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也是我觉得是有两个小时 那也我想的课程也都是非常的精彩 那请大家到时候也要记得上线来参加 那这边也是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再提醒一下 那我想那最后大概我想大概都 我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股掌的一个 的那个标志大概都出来了 那我觉得也很感动 今天大概有将近就是500位 我们的不管我们要界的好朋友 都一起在这边 我觉得大概我觉得就是一个知识的 一个盛业党 然后让大家我觉得都是有收获满满的 好 那今天我觉得谢谢大家 就是谢谢各位speaker 然后各位座长 那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 大概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钥匙 那今天谢谢大家 那今天晚安 谢谢 谢谢 晚安